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初的世界盃 韋琪匠斯 艾斯 韋杰和費度五個球場 都位於宣鎮 1995年落成的 由金雄捷克尼克勞斯設計的球場 是觀藍湖的第一個球場 當年就舉辦了 第41屆高爾夫世界盃 美國球手弗雷德卡布斯 和大維拉夫三世並肩作戰 拿下他們在高爾夫世界盃上的 四名冠 毗邻深圳的東莞球會 見證了觀藍湖的飛速發展 2003年和2004年短短兩年間 由利百特 奧拉沙堡 安妮卡 杜瓦爾 和格諾曼五個球場落成 其中由沙空王子奧拉沙堡 設計的球場 更是舉辦了2007年和2008年的 高爾夫世界盃 冠軍隊伍蘇格蘭隊和瑞典隊 在這裡都留下了光輝的印記 我可以告訴你 這是很高級的 但是這是一個很高級的問題 2007年 隨著張令偉球場 和北戴球場的落成 觀藍湖完成了 管深地區全部十二個球場的建設 立足世界東方的觀藍湖 放遠於世界五大洲 十二座名師設計的球場風格各異 而又相互揮映 共同成就一個216棟的世界第一大傳奇